《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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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為我太愛這個東西了 如果我不是那麼喜歡或者說去愛它的話 我無所謂 沒有人知道也沒關係 我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我是子安 我收藏藏書票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了 在藏書票最開始出現的時候 它還是以其實用性為主的這種 原來這個面貌出現的 它主要是貼在書裡面 作為一個書的象徵 這本書的所屬權的一個標記 當我們聽到票這個字眼的時候 就會聯想到郵票、錢票、糧票 這些面積稍微小的一些紙質收藏品 實際上票會把畫面面積可能讓人感覺會小很多 這幅是以唐奇科德為主題的 此幅很大的藏書票 那是算吧 23×13 藏書票跟板畫是完全不能脫離的 因為藏書票是以板畫的技法來製作出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策展 主要還是以板畫的展覽為主 然後服役藏書票來介紹 大家好,我是子恩 我是這次希臘板畫群展的主要的資產人 板畫在西方來說是一種大眾能消費器的藝術 實際上它跟油畫、國畫都是應該是平起平坐的 只不過就是因為它的可複製性、它的印量 決定了它不是唯一的這麼一幅作品 所以它這個價格一直就沒有上去 從小因為我父母都是學英女的 受他們的影響 從小到大我都會關注西方的藝術、西方的文化 而且我也在收藏的最初階段 加入到一些歐美的藏書票協會 我是咱們中國最早一個加入到德國藏書票協會的會員 荷蘭的這個老先生最開始找到我 他覺得中國現在發展的速度很快 肯定有一家機構能夠幫助他 把這三、四十年來的這個收藏的心血 滿整的去承接下來 並且把它能夠展出 最合適的這個機構就是馬維杜先生這個官府博物館 我那一年去了荷蘭的海牙一共有四次 從最開始這個清點數量到之後打包裝箱 歷經了大概有三年的時間 我還記得這批東西到北京官府博物館的時候 馬先生當時一看我 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哎呀你看子彈現在高興了 我這個店實際上今年已經是到了第十個年頭了 我最開始開第一個藏書票館在2009年的夏天 這個是我更想做的一些事情 因為畢竟我覺得在北京沒有一家特別專業 或者說做的比較合適的這麼一個藝術機構 在做草書票的推廣 甚至是連做版畫的這麼一個機構都很少 不僅是裏面介紹的作家 甚至有的我就專門找這張片 非常漂亮 有的時候可能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 比如說他辦各種展覽做推廣 很多方面可能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就像巴別塔一樣 就是你要把這些人的想法調整到一個節奏上 然後做這個工作 但在中國來講改變一個人是最難的 所以子安我覺得很辛苦 但他依然在堅持 這其實也是讓我佩服的地方 不光是在中國了 就在全世界都應該是一樣的 藏書票是一個被人極為低估的 這麼一門小鐘藝術 就是我們現在宣揚的一些所謂的藝術品 實際上是夠不上他現在所能夠達到的那個位置 藏書票又是太被低估了 所以我覺得藏書票應該有它的一定的地位吧 在這個當代藝術發展的這麼一個過程 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銅板技法 板塊銅板技法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空間 有的時候我也會非常無奈 這個事情是為什麼是這樣 或者是為什麼我得不到該有的一些支持 一直堅持下來很不容易 因為畢竟自己要投入很多的成本在這裡面 草書票能給你帶來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很有限的 我覺得我不是很現實 還有我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當然我的目標是把它做得越來越大 但是實際上我盡我所能 我去努力去做了 實際它的效果或者它的這個結果是什麼樣 但是沒法我個人去控制了 但是我想我盡力了 所以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它就會達到 之前所預想的一些目標 我現在已經在中國有15年來 所以我們已經結婚了12年 我現在已經結婚了12年 我看到他的運動 他的運動 是不經常的 甚至於西部的世界 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會選擇 整個活動 整個活動 所以我感覺到 人們最幸運的 人們 是人們 可以混合 你的真正愛 和熱情 然後做成功 成功 如果說我所做的這個事情 是一門生意的話 我相信一定能有特別多的人 會加入到我的這個行列裡來 畢竟這十幾年做我這個事情的人 還是驅止可數的 所以慢慢地 如果有朝一日 藏書票能用我自己的 一個非常成熟的市場 或者一個群體 比如說我們到每個城市 都能看到一個藏書票的市場 像極油市場 錢幣市場 這種地方的話 那藏書票的這個發展 就是已經很成熟了 欣賞一些大師的作品 謝謝